侄子鼻子周围长了很多痘痘 嫂子决定给他挤掉 我说那是危险三角区 贸然挤的话可能会引发炉内感染 然后细心照顾了侄子几个月 他脸上的痘痘才终于建好 只留下了十分轻微的一点痘坑 可后来侄子一考失败 嫂子却怪起了我 如果不是你非要带他去医院治 在脸上留了疤 我儿子怎么可能会落榜 侄子听信了嫂子的话 叫我残忍杀害 再睁眼 我重生了 重生到了嫂子要给侄子挤痘的那一天 妈 我脸上又长痘了 好痒 刚整眼 我就听到了侄子抱怨的什么 她的脸上敷满了大大小小的痘痘 尤其是在鼻头附近 更是密密麻麻的长一大片 看得让人头皮发麻 嫂子裸巧真却不担负担心 反而笑了 哎呀 又长痘了 太好了 之前给你挤痘的那些视频 我发到了网上 浏览量过万 过来 我给你挤了 再拍个视频 说不定就成网红了 上一试 听到嫂子这话 我都震惊了 自己儿子脸上长了那么多痘痘 她不但不想着去给他治病 反而还挺高兴 做起了靠几多视频 当网红的春秋大梦 当嫂子要下手 挤侄子鼻头上那颗大痘的时候 我终于开口阻止了她 住手 嫂子 这里是危险三角区 这儿的痘痘可不能挤 你贸然去挤的话 可能会引起领内感染的 严重的话 可能会危及生命 嫂子这才吓得停住了手 这 这么严重 我认真地点了点头 嫂子问道 可她脸上长了这么多痘痘 不急怎么办 总不能完全不处理吧 我点了点头 当然需要处理 不过前提是要带她去看医生 医生怎么说 咱们就怎么处理 然后 我就当机立断地带着侄子 跟嫂子一起去了医院 确认侄子脸上的痘痘 并没有什么大碍之后 我遵循医嘱买了医生 推荐的几款药膏 并细心照顾了侄子好几个月 才终于把她脸上的痘痘给治好 原本层层叠叠的痘痘 最后只留下了一点点痘坑 嫂子很是不满 你当初说那些话肯定是吓唬人的 我活了半队子 还没见有人因为挤痘痘死的呢 抹了那么多药 有什么用 还不是留下的印子 要是当初听我的话给挤了 肯定啥事没 侄子也对我愈发不满 尤其是当她一考试被刷下来之后 嫂子还把一切都怪在了我头上 如果不是你非要带她去医院治 在脸上留了疤 我儿子怎么可能会被刷下来 我儿子既没当上网红又毁了脸 现在一考验失败了 对一切都是你害的 在一个深夜 侄子将我残忍杀害 她用刀一刀一刀地刮大了我的脸 嘴里恶狠狠地骂道 你让我毁容 那我就让你毁容 这就是你毁了我的报应 真是可笑 我出钱又出力地照顾她 最终却换来了她的记恨 给自己引来了杀身之货 最让我痛心的是 事发后我妈坚定地站在了侄子那边 她不仅在嫂子埋怨我的时候置身事外 当顾天子杀我之后 她还帮顾天子善后 肆意抹黑我意图给顾天子减刑 在她眼里 她的孙子比我这个闺女重要得多 好在我重生了 这一事 我决定尊重她人命运 嫂子戳了戳我 顾安 我给天子挤斗 你来帮我拍视频 说着 她就把她的手机递给了我 但她想多了 有了上辈子的经历 我算是摩托罗巧真的性责 可能在这件事情上 我多帮她一点忙她 都会找理由赖上我 重生一事 我才懒得趟这个浑水 所以我转头把手机交给了我妈 妈 还是你来吧 我没你拍得好 然后就做出了一书 是不关己的样子 自顾自的挽起了手机 挤巴 挤巴 反正我是不管了 至于侄子这一事是生是死 就得看她自己的命了 当我妈打开手机摄像头之后 嫂子连刚刚扣完脚的手都没洗 就着手在侄子的脸上挤了起来 她挤斗并没有什么手法 只是用蛮力硬抵 尤其是在挤鼻头上的斗时 她更是使出了吃奶的劲 把侄子的鼻头挤得通红 侄子痛得呲牙咧嘴 侄子的脸上很是肥沃 没一会儿 嫂子就挤出了好几坨脏东西 红的白的黄的半凝固体 混在一块 显得十分恶心 看着嫂子几完斗之后 在侄子脸上流下了一个个血洞 我妈有些担忧 啊 你嫂子这办法能行吗 天赐的脸上不会刘巴吧 我觉得有些好笑 还在担心刘不刘巴呢 顾天赐的小命 说不定都快没了 当然我定没有表露出来 而是装作茫然的样子 问道 刘巴 我不知道啊 我没经验 不过嫂子既然这么做了 她应该有把握吧 嫂子傲慢地撇了撇嘴 那是自然 我怎么可能会害我儿子 我从小到大 都是这么挤痘痘的 也没留过巴 真的没有吗 我看着她脸上 大大小小的痘坑 默默地笑了笑你说话 我妈显然也发现了这个问题 她问道了 巧真 那你脸上的这些痘 是怎么回事 嫂子不以为意 她摸了摸自己脸上的痘坑 脸不红心不跳地说 可能是睡觉的时候 不小心抓了吧 反正跟痘痘没关系 我跟你们说 这痘痘找了之后 就得挤出来 你想想 不把里面的脏东西挤出来 那这痘痘怎么能好 反正你别瞎想了 听我的就行了 侄子也很赞同嫂子的话 她朝我妈不耐烦地说 奶奶你就别瞎想了 我就乐意让我妈帮我挤 这些痘痘让我难受死了 挤干净了才舒服 我妈再不好多说什么 几万痘之后 嫂子把短视频上传到了网上 果然 嫂子又获得了一大波的浏览量 嫂子乐坏了 又是好几万流量 儿子 你要火了 你要靠这几多视频 成为网红了 侄子也非常惊喜 她的脸上满是激动的恒韵 真的 太好了 我要是现在就火了 等到我一考的时候 高低也是个大网红了 以后绝对能当上大明星了 嫂子点了点头 那是自然 她们的理想是很美好的 天真的以为 靠着这两个几多的视频 就能火起来 但现实是残酷的 不知是因为 侄子长满痘痘的脸实在太害人 还是因为侄子的水平实在太差 反正进了两个几多视频之后 嫂子发的几个侄子弹琴 跳舞的视频都没有任何水吧 无奈之下 嫂子又打起了侄子脸的主意 天赐 要不你再多长点痘痘试试 说不定我多给你几几次 咱们的账号就能火起来了 侄子惊呆了 多长点痘 怎么长 嫂子像看傻子一样 看他 你傻呀 那些想去痘的人 都爱吃些清淡的菜 咱们跟他们反过来不就行了 让你奶奶多给你炖饼大鱼大肉 痘痘自然就涨了 那些流量自然也就回来了 听了这话 顾天赐就算再蠢 也察觉到了不对 他有些纠结地说 可是 那我的脸不就毁了 那样我以后还能当大明星吗 嫂子笑了 怎么不能 等你当网红 咱们自然就有钱了 到时候别说痘了 就连你整容的钱都能赚出来 有粉丝 有长相 艺术学院咋可能不要你 侄子觉得 嫂子说的话非常有道理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 侄子听嫂子的话 天天吃油腻的食物 长了痘就让嫂子帮他挤 挤了就在网上上传视频 别说 还真要他收获了几万粉丝 靠着这些粉丝 他们卖粉丝针也卖了上万块钱 顾天赐飘了 他开始在我面前白起谱了 姑姑 你考的大学有什么用 毕业了 还不是累死累活 一个月就三四千块钱 我才13岁 就已经吃上网络这碗饭了 短短一个月赚了上万块 看着顾天赐那张溃烂画农 坑坑洼洼的脸 我只觉得无语 他靠着透支自己的健康 容貌 也只不过换来了这区区一万块 结果 他钱还没五肉夫呢 就开始跟我提起读书无用论了 何其好笑 不过 我并不打算反驳他 因为我看出来 他鼻头附近有一颗痘痘 已经发红发肿 隐隐有变大的趋势 目测已经引起皮下感染了 等到军群顺着血管流到大脑之后 可能他就要见阿西优了 我还想看到他的死期呢 可不能现在打草惊蛇 所以我只做出一副惭愧的样子 说道 顾顾哪有你有本事啊 才十几岁就能靠着这张脸赚钱了 你可真是我们老顾家的骄傲 顾天赐好像压根没听出我话里的嘲讽 骄傲地仰起了头 尾巴都要翘到了天上 算你会说话 第二天一早 顾天赐就发出了一声吐蕃鼠尖叫 啊 妈 我的脸上肿了 我出门一看 发现顾天赐鼻头附近那颗发红的痘痘 此刻已经长成了一个鞍唇蛋大小的笼包 又硬又肿 我知道 他这已经引起颅内感染了 血液里的细菌分分钟能要他的命 令人体笑皆非的是 嫂子不甘不担心 反而像是看到什么宝贝一样惊喜地笑了 天哪 这么大的痘痘 发了发了 儿子 咱们今天发个几兜视频说病能爆啊 嫂子说完 侄子顿时转悠为喜 真的吗 妈 那你赶紧给我挤了 赶紧拍视频 嫂子笑隐隐隐蔽点了点头 只是 我妈却担心了起来 听着侄子被挤斗时发出的凄惨叫声 看着侄子的痘痘那里流出的血迹 我妈的脸上写满了忧虑 他就没看向我 啊 要不你带你侄子去医院看看吧 你侄子脸上这大包我总觉得不太对劲 我没回答我妈的话 那是转头朝着罗巧真喊道 嫂子 我妈说他想带着天赐去医院看看 他担心你把天赐的脸挤坏了 是的 我是故意的 我知道 无论我答应还是拒绝送顾天赐去医院 他们事后都能有理由把锅扣在我身上 我还是会落得上辈子的下扯 最好的做法 就是把锅给甩出去 把我跟他们的矛盾转移成他们内部的矛盾 让他们狗咬狗 这样一来我才能成功脱身 果然 嫂子白了我妈一眼 多管闲事 我这个亲妈还能害她吗 我妈愿对的看了我一眼 兴兴地闭上嘴 解完痘之后 侄子说她困了 晕晕乎乎的就要回卧室睡觉 嫂子还在那沾沾自喜 我儿子睡眠真好 三命的说了 睡眠好的人有福气 有福气 她可能不知道 顾天赐并不是困了 而是晕了 痘痘龙液里面的细菌 已经顺着血管流到了她的大脑里面 引起了颅内感染 脑部出现炎症 她这才会感觉到头晕乏力 她现在应该做的 应该是立即就医 而不是躺下睡觉 否则她大概率会就此送命 当然 我可不会提醒她 上一时她已经亲手 把她的救命的人给杀掉了 那她这辈子就活该等死 这是她的命 果然 在我上班的时候 就接到我妈打来的电话 她带着哭腔 冲我喊道 嗯 赶紧回来 你侄子出事了 虽然心里早有答案 但我还是装作一副惊诧的样子问道 出事 天赐怎么了 我妈焦急的说 我也不知道 我刚刚摸她的头 发现她发烧了 她现在还说自己口特别晕 这该咋办啊 我妈说的语无伦次的 似乎是真的急坏了 我开口问道 那我哥跟我嫂子呢 他们不管吗 不提她们还好 一提她俩我妈更急了 哎 别提了 她俩没个顶事的 你嫂子见天赐发烧 给她喂了一颗退烧药 说等到烧退下去就行了 你哥回家看到你侄子这样 就发火了 埋怨你嫂子没有招务好天赐 我俩人就打一打 你嫂子现在回娘家去了 你哥出去喝酒去了 现在家里唯一能指望的只有你了 啊 作为顾天赐的亲生父母 俩人在这关键时刻 多做了甩手管家 他们俩都不管 那我何必要管 我为难道 妈 如果从公司回去的话 通勤得一个小时呢 等我到家 早就迟了 要不你自己给天赐打120 我妈却叹气道 哎 我也想了 但你嫂子不让了 她非说医院都是骗钱的 你侄子就发烧 不用去 吃个退烧药就行了 去医院浪费钱不说 还得做一大堆检查 对你侄子的身体也不好 原来如此 我妈这是自己不敢违抗我嫂子的意愿 所以想让我替她当这个出头鸟呢 如果是上辈子 在侄子的这种危急关头 我肯定想也不想的 就送她去医院了 但 那是上辈子的事 对现在的我来说 顾天赐就是我的仇人 我巴不得她死呢 怎么可能冒险替她出头 所以 我无奈地说 这样啊 既然嫂子都这么说了 那我就没办法了 我妈也听见怒了 怎么就没办法了 你就忍心眼睁睁地 看着你侄子在家难受吗 你嫂子现在又不在家 你那么怕她干嘛 我觉得应该搞笑 她自己不敢违抗我巧真 就到她绑架我去救她孙子 我不帮的话 她甚至还生气 这是拿我当冤大头啊 我公开跟我嫂子做对吗 她当然不敢承认 自己是这个意思 否则万一我回头告诉了嫂子 嫂子免不得跟她吵架 我妈一副不耐烦那样子 我可没这么说 算了 你给我打五千块钱药费好了 我自己给天赐打一二零 送她去医院 这个当然也不行 红生女士 我绝不会为这个小兔崽子 花一分钱 我反问道 啊 妈你的钱去哪了 我不是每个月都给了你一千吗 而且你每个月 不还有三千块退休金吗 我妈支支吾吾吾道 那 那不都拿去给你哥还房贷 给你侄子交补课费了吗 哪还剩什么钱 我苦笑道 妈你都没钱的话 我更没钱了 我前两天刚还完住学贷款 都比脸都干净 现在连饭都快吃不起了 不就是哭穷吗 谁不会呀 她早早地就给我跟买房买车出彩礼 就让我在大学时贷款付学费 现在居然还想让我出顾天赐的医药费 凭什么 而且我相信 她并不那么缺钱 如果她对我哪怕还有一点母爱的话 她都会给我转点钱 让我去吃饭 但她却并没有 她只敷衍道 算了算了 你侄子的事儿 我再想想别的办法吧 说完就把电话挂了 对我没有一句关系 这样也好 既然她不帮我 那在她的宝贝孙子 需要帮忙的时候 就别指望我了 毕竟礼尚往来 不是吗 我妈想到的办法 就是带顾天赐 去了小区的小诊所去打钓瓶 因为她压根不知道 颅内感染这件事 可能觉得顾天赐头晕 只是因为她发烧了 打了钓瓶把烧退了就好了 诊所的大夫 按照发烧的症状 给她说了些抗生素 两瓶钓瓶下去 顾天赐直接休克了 大夫吓得连忙 把020送顾天赐去了医院 等我不慌不忙的 来到医院的时候 罗小珍跟我哥已经到了 他俩正对着诊所大夫 口诛笔伐 我哥骂骂咧咧道 就是你给我儿子打的钓瓶 你那钓瓶里面 到底是什么成分 那把我儿子搞成这样 你们这是谋财汉力 诊所大夫都快哭了 就是一点第三米松 青梅素 葡萄糖啊 这么多年都没出过市 我也不知道 怎么会有这种情况啊 嫂子瞪了眼睛骂道 你别想狡辩 我儿子就是被你支撑这样的 你必须负起这个责任 我妈在一旁一句话都不说 这时诊所大夫看到了我妈 似乎抓到了宗令稻草一般 忙替自己辩解 你们儿子在来我这打掉瓶之前 就已经有些头晕了 你家老太太可以对我作证 所以你儿子变成这样 不是我的原因 说完 他目录期待之色地看向我妈 我妈却不敢看他 而是下意识地看向罗小珍 对上罗小珍很利的眼神时 他色索了一下 我妈这才说道 你胡说 我孙子去的时候明明好好的 你给他打掉瓶后他才这样 他变成这样都是你害的 诊所大夫都气猫猫 他气得连身体都微微有些发抖 他忍不住冲我妈吼道 老太太 你有点血口喷人了吧 还好好的 他好好的 你来我诊所打什么掉瓶了 你说这话不觉得前后矛盾吗 我妈还想狡辩什么 我事实走上前去 阻止了他 妈 别吵了 我们等医生出来再说吧 到时候该是谁的责任 就是谁的责任 现在吵架没什么意义 我妈这才心满意足地闭上了嘴 刚安静没一会儿 抢救室内一个医生走了出来 给顾天赐下的病危通知书 一时间 三人哭天腔病 我也假装一副痛心的样子 抹了抹眼泪 我哥红着眼睛朝诊所大夫沐吼道 我儿子都病危了 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要是我儿子有个三长两短 我跟你没完 嫂子跟我妈也一脸另起地瞪着他 诊所大夫对我哥这副凶狠的样子 吓得正在了原地 我去转头看向医院的医生 医生 我侄子到底是什么原因才这样的呀 是因为他发烧给书的那些抗生素的原因吗 医生摇了摇头 不是 他这是细菌导致的颅内感染 现在已经引起重度脑炎了 抗生素对他不仅没什么坏处 反而还对他的病有些好处 可惜他这个病已经拖太久了 现在的情况很危险 听到这话 诊所大夫紧绷的神经终于放松了下来 既然没我的事 那我就先走了 说完 一刻也没停留 非一般的溜走了 似乎自己身后有什么温神一样 诊所大夫是高兴了 我哥跟我妈反而急了 我哥急吼吼的问 颅内感染 我儿子一向渐渐汤汤的 怎么可能得这种病 医生叹气道 病人脸上有很多痘印 是你们给他挤的 嫂子理所应当的说 他长痘了 我不给他挤还能怎么办 你别转移话题 他的病跟痘痘有什么关系 医生无奈的摇里摇头 这才说道 他的颅内感染 正是因为急痘引起的 从鼻根到嘴角的皮肤下面 有丰富的血管 挤这里的痘痘 很容易就不将痘痘里的农液 紧回到血管里面 农液里的细菌 会随着血液流进脑部 引起炎症 你们需要赶紧签下病危通知书 我们才能给病人 进行下一步的治疗 听了医生的话 我哥吓坏了 他忙哆哆嗦嗦的 在病危通知书上 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然后转头一巴掌 就打到了罗巧珍脸上 那一万块钱你也没少花 当时你怎么没制止我 天赐变成这样你也有责任 二人越吵越凶 谁也不让着谁 我妈都快崩溃了 他一屁股坐到了地上 嗨着大腿哀嚎道 哎哟 我的老天爷呀 我这是做什么孽呀 我忙得很 一会劝劝这个 一会劝劝那个 妈 你别哭了 天赐这不是还没死吗 医生说的病危是最差的情况 急性表言并不一定会死 说不定天赐只是变成了植物人呢 你别太担心 我妈哭得更凶了 我转头又劝起了我哥 哥 你别怪嫂子 他也不是故意的 还不是因为天赐想当大明星 所以他才给天赐挤斗拍视频吗 再说了 嫂子之前给自己挤斗也没事啊 他哪能料到会这样 我哥本来就生罗巧真的气 被我这么劝 更气了 他盯着罗巧真的脸 脸上写满了愤怒 你是故意的对吗 你脸上留了疤 你就想让天赐也跟你一样 就算天赐没生病 他的脸变成你这样以后 还怎么当明星 你为什么要害他 嫂子冷笑一声 我故意害他 天赐是我的亲生儿子 我有什么理由害他 你凭什么这么怀疑我 他特地把亲生儿子 这个字眼的语气 加重了几分 似乎一犹所指 我哥的怒火 顿时被浇灭了几分 他不自然地挠了挠头 我不是这个意思 算了 等天赐治好了再说吧 我哥心虚地别过头去 余光中 我似乎看到了 嫂子脸上 闪过了一丝不意察觉的笑 不对劲 很不对劲 嫂子的一切行为都很怪异 一个妈妈 怎么可能忍心毁了自己儿子的脸 并且叫说自己儿子杀人呢 想起我哥跟罗巧珍的对话 我突然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难道 顾天赐并不是他的亲生儿子 我哥知道事情 他一直在瞒着嫂子 所以下意识会怀疑嫂子 故意害顾天赐 又在被嫂子质疑的时候 还不了嘴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一切就都说得通了 嫂子因为恨顾天赐纠却巢 所以一直想害死他 不过 如果顾天赐的亲妈不是嫂子的话 那还会是谁 嫂子当初明明也怀孕了 那他的亲生孩子会在哪 我的思绪飘到了 嫂子生产时的那个夜晚 当时 隔壁病房有一个女人 跟嫂子在同一天生孩子 只是他比较不幸 生产时发生了大出血 我哥当时善心发作 还为那女人献了血 只是 那个女人到最后 也没能抢救回来 那时候 我哥突然红了眼眶 他说 他哭是因为心疼 嫂子生孩子痛 可嫂子当时已经进入产房 好几个小时了 也疼好几个小时了 他怎么可能突然心疼了呢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一点 那就是 嫂子的孩子刚生出来的时候 还是能为大眼的 等到我哥抱着孩子 去做了个检查之后 眼睛就小了一圈 我哥称呼他的前女有为小天 所以 他的孩子取名为天赐 说起来 在顾天赐从小到大的这十几年里 嫂子一直对他很好 他知道什么叫科学未养 对顾天赐的衣食住行 照顾得比谁都喜心 之前甚至不过我哥跟我妈的反对 花一万块钱给顾天赐整压 这么细致的妈妈 怎么可能不知道 危险三角区的痘都不能挤呢 就算不知道 在我告诉他之后 他也一定会好好查一查 查清楚之后也会好好感谢我 而不是教唆他孩子对我痛下杀手 除非 他知道了顾天赐的真实身份 我突然想起 半年前 顾天赐在打篮球的时候摔伤 脸上流了好多血 吃嫂子带他去医院缝的针 可能就是在那个时候 他得知了顾天赐的真实血行 由此才产生疑心 因为自那天之后 嫂子对待顾天赐的态度 就跟之前不一样了 之前他对顾天赐管得很年 油腻的不让吃 太甜的不让吃 鸡脖鸭脖也不让吃 但自那天之后 他就开始中容顾天赐了 我妈给顾天赐买炸鸡 做大鱼大肉 买炭酸饮料 他都不管 美清明曰 儿子的伤还没好 他想吃什么就游着他吧 反正也养得起 没了这些精灵之后 顾天赐就像脱江野蛮一样 烧了 天天吃垃圾食品 也不运动 可不得长肉又长痘吗 短短半年 就从一个朝气蓬勃的少年 变成了一个大肤贤贤 满脸痘痘的油腻满海 之前我以为 嫂子给顾天赐击痘 只是因为无知 但现在看来 嫂子做的这一切 不像是无意的 倒像是有预谋的 他似乎是故意 害顾天赐变成这样的 只是上辈子我难下了他 并且主动带顾天赐去看医生 才避免了顾天赐的厄运 但他却并没有放弃 他又开始对顾天赐进行捧杀 光他读了表演 夸赞他以后肯定是大明星 当时顾天赐的脸 虽然被我治好了 外表也还算清秀 但顾天赐的专业能力属实一般 当明星对他来说 简直是吃人说梦 但嫂子还是送他去考了 还是去考了顶尖艺术院校 结果理所应当的 他就刷下来了 因为上次侄子被我救了 嫂子就连我也一起恨上了 所以侄子落榜 是因为他脸上流疤 并且是我多管闲事 才让他脸上流疤的 所以顾天赐一怒之下 把我杀了 最后我被顾天赐捅死 顾天赐进了监狱 对他来说一举两得 想到这里 我突然有些后怕 还好我这辈子 没有干涉他的报复 也没有做出任何 帮顾天赐的事 否则难免还要遭他的记痕 他们自己的恩怨 还是让他们自己处理吧 我不管了 毕竟保住自己的小命要紧 半个月后 顾天赐在下了三次病危通知书后 终于脱离了生命危险 转移到了普通病房 只是虽然命被保住了 但他的健康却完全被摧毁了 我妈年纪大 身体一直不好 再加上侄子这次住院 又受了不小的打击 就急复发 压根无法照顾一个瘫痪病人 嫂子又比较强势 而且还得工作 也没时间照顾顾天赐 所以在他们眼里 最适合辞职照顾顾天赐的人 肯定是我 但是我才不想把自己的时间 都耗费在照顾一个病人身上 更何况 如果我把顾天赐照顾的比较好 嫂子可能还会恨我 难免再想出什么手段来对付我 如果我把顾天赐照顾的不好 我哥跟我妈肯定又对我不满意 横竖都是错 与其留在这里吃力不讨好 不如早点逃跑 早在顾天赐住院之前 我就已经辞职了 并且已经拿到了上海一家公司的offer 工资直接翻了两番 趁他们哭作一团的时候 我带上了我的所有证件 坐上了去上海的飞机 果然 我刚下飞机就接到了我哥的电话 安 你去哪了 赶紧回来 天赐这边正需要人照顾呢 我挠了挠耳朵 哥 我可回不去了 我被公司辞退了 现在只好来北京找工作了 我哥一声到我被辞退了 声音立马变得愉悦了起来 你被辞退了 那不正好 你侄子现在正式需要照顾的时候 你回家照顾他 我每个月给你四千块家用 跟你原来的工资差不多 这样你也不用找工作了 你侄子也有人照顾了 一举两得 一举两得 我呸 他就是想找个免费保姆罢了 我之前的一个月四千 是做办公室 朝九晚五 无险一金的一月四千 他给我的四千块 里面还包含了他们一家四口的生活费 真正容到我手里的所剩无几 还得每天二十四小时 照顾一个瘫痪病人 外加家里的所有家务 他的四千块 再以手托不宽育为优 每个月托一托 可能我还得拿自己的存款来贴补他们 这工作 真是比捡垃圾还不如 我做出一副为难的样子 哎呀 那可太不巧了 我已经在北京找到工作了 哥 你要不拿着你的四千块去款 并请个保姆吧 我哥急了 他这四千块能请到什么保姆啊 更不用说 他的这四千里面 还有一大半得用作他们自己的生活费 他急事白脸的说 那你可以辞职啊 你侄子身边离不开人 我叹气道 不行大哥 合同我已经签了 我含贷款付了一年的房租 现在回家的话得赔七八万呢 要不你把这钱出了 我就回去 这话一出 我哥顿十年了 他善善的说 算了算了 那我再想想别的办法吧 你安定下来之后 多帮衬帮衬家里就行了 我笑道 那是自然 不过 就是不知道他能不能等到那一天了 我哥想到的别的办法 就是劝罗巧真辞职 让嫂子安心在家照顾侄子 他一个人赚钱养家 我本以为嫂子会拒绝 没想到他居然答应了 只是 他答应照顾是一回事 但照顾的好不好 就是另一回事了 每天翻身擦洗 天天退出门去晒太阳 是一种照顾 把他放在床上 喂点剩饭剩菜 也是一种照顾 很显然 嫂子选择后者 不出半个月 侄子的后背就长出了露窗 我哥看在眼里 腾在心上 为了侄子的病 他天天的嫂子打架 让嫂子以后对顾天赐上心一点 嫂子嘴上答应 活却丝毫不多干 每天该什么样还是什么样 既不翻身也不涂样 等到侄子入窗 变成了大窟窿 肌肉萎缩 身体也说不成样子的时候 嫂子终于跟我哥提出了离婚 我哥当然不同意 毕竟 其实嫂子把侄子照顾的并不好 但我哥也压根找不到 其他人帮他照顾了 顾天赐就是这时候重生的 在我哥跟嫂子吵架的时候 他在隔壁房间 吓了打我的电话 电话里 他哭着求我 姑姑 我错了 原来你才是对我最好的人 我错了 我现在很痛 你能把我接到你那照顾吗 当然不行 将一个上辈子杀死我的凶手 接到身边 我有病 还没等我拒绝 电话的背景音里 就传出了我哥的怒吼声 离婚 你想得美 你这辈子都得守在天赐身边照顾他 谁让你把他害成这样的 这是你的报应 我不管 只要我不同意 你就永远走不出我们顾家的大门 嫂子笑了 我的报应 顾义 你不觉得顾天赐变成这样 是你的报应吗 我哥原本还愣气冲冲的脸 顿时正都说不出话来 嫂子冷然道 我像对待亲生儿子那般 照顾你初恋的儿子十几年 我的儿子却在刚出生的时候 都被你卖给的人贩子 后来遇上黑心养母 年仅七岁 对因为洗衣服在合力活活溺死 顾义 我独上且不识子 你为了一个跟你毫无血缘关系的孩子 宁愿把我们的儿子给扔了 你怎么这么狠毒啊 他仿佛是要把自己隐忍了半年多的委屈 和发泄出来一样 声音尽呼嘶吼 我哥却傻眼了 他大呼道 什么 你说天赐不是我的亲生儿子 嫂子听完也愣了一会儿 但反应过来之后 他就哈哈大笑了起来 他一边笑一边嘲讽道 哈哈 故意 你太搞笑了 亏了我之前还以为你是个存爱战士 没想到却是个绿毛龟 是天下第一号大傻 为了一个小杂种 害死了自己的亲生儿子 逗死我了 我哥没领悔他的嘲讽 而是急吼吼地追问 你说天赐不是我的儿子 有证据吗 你凭什么这么说 嫂子冷笑 当然有证据啊 在发现我跟顾天赐的血型不匹配的时候 我特地取了你跟他的头发 去做了亲子鉴定 发现你们俩并没有血缘关系 那份亲子鉴定 如今还在我床头柜的最里头 随后 是一阵叮叮光光的声音 然后是我哥绝望的怒吼 啊 怎么会 怎么会 嫂子在一旁无情嘲笑 顾天赐吓坏了 姑姑姑姑 你快点来接我好不好 我好害 只是 他没说完 剩下的话就再也说不出口了 随之而来的是罗巧珍的一声尖叫 顾天赐死了 我哥杀的 他痛恨他前女友对自己的欺骗 也痛恨顾天赐占用了自己亲生儿子的位置 更恨自己当初亲手将自己的亲生儿子放上了绝路 所以 为了排解自己内心的狠 他将顾天赐杀了 他以为 自己这是为自己的亲生儿子报仇了 后来 他以故意杀人罪被批捕 嫂子也因虐待罪和故意伤害罪被检查机关提起公诉 法庭上 我妈哭成了泪人 一天之内 他一连失去了三个亲人 最宠爱的孙子被儿子杀了 儿子二席都坐牢 只剩下他孤身一人了 我哥也哭得情真一切 我这辈子对不起过三个人 一个是我亲生儿子 一个是我妈 一个是我老婆 都是我当初被猪油猛了心 召唤了我老婆和那些贱人的孩子 这才酿成大错 我一下子伤害了三个人 我真是畜生 嫂子笑笑不说话 后来我哥被判了死刑 嫂子被判了七年 庭审结束后 嫂子才巧声告诉我哥 其实你不用对不起我 因为那份亲子鉴定是我伪造的 哈哈 说完 他大笑着转身离去 我哥却当场崩溃 轻轻爆起 双目通红 一边嘶吼一边拼命挣扎 却被刑紧控制 压根动不了 他本以为自己是为一个孩子报仇了 没想到去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另一个孩子 这比单纯的死刑更让他痛苦 他余生的每一秒 都要在绝望之中苦苦挣扎 我妈这时候想起了我 她说她错了 她到现在才知道自己最爱的孩子是我 她说愿意把她所有的财产都让我继承 只要我能原谅她 可我知道 她并不是知道错了 只不过是想让我给她养老而已 她的大部分钱都已经给过千次治病了 唯一的财产就是她的那套老婆小 而且里面还发生一起凶杀案 压根不值钱 所以我拒绝原谅她 我只答应每个月给她一千块钱养老 多了一分钱都没有 如果她不满意 就尽管去告我 法律判多少我就给多少 不过她最后也没有告我 她现在唯一的依靠就是我 她把我惹毛了原来一千块都没有了 于是我们和平共处 彼此相安无事 她对我不再像之前那样冷落 反而变得有些讨好 逢年过节 甚至还会主动给我发红包 平时也不虚寒问暖 笑死 我怕了一个童年的母爱 却在我完全不需要的时候得到了 不得不说 有点讽刺 当然 我已经完全不在意了 无论她是真心还是假意 我都毫不在意了 我不在乎她到底还爱不爱我 因为我已经在新的城市 交到了新的朋友 他们是我自己选的新人 我也有了新的人生目标 那就是努力打扯自己的事业 努力过好自己的生活 余生 我要好好爱自己